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啦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i,Diana,你好,大家好 大家好 我知道袁醫生 今天跟我們講的題目是關於子宮肌瘤的自然醫療 對了,相信大家都聽過一下子宮肌瘤 在英文我們叫做Uterine Fibroids 也有些人因為英文的字訊是纖維瘤 所以很多人以為這是一種纖維瘤 其實以中文的名字準確一點 其實這個主要是一種子宮壁上所生的軟滑的肌肉 以及結體組織在子宮壁上出現的 當然一般人聽到有樓 當然很害怕 但是不用怕 因為為什麼呢? 這些子宮肌瘤 差不多不是癌症 而且通常是沒有什麼傷害 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都可以這樣說 是挺普遍的 可以這樣說 差不多百分之五十個女性 整體上都會有這樣的子宮肌瘤 但它亦都是很多女性 進行這些所謂大型的外科手術的原因 當然我們也不是真正正的了解 這些子宮肌瘤 似乎是非洲族的人 非洲和加納比的後裔比較多些 但當然這是一個很普遍的問題 香港的女性 其實可以這樣說 也很多 很多人的子宮切除手術 大部分都是因為這些所謂子宮肌瘤 子宮肌瘤 很多時候 生的時候 不是一顆這樣生的 通常是由幾顆一起生的 那子宮肌瘤有什麼症狀? 其實很多女性 有子宮肌瘤 其實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無意的例行檢查裡面 或者做一個超音波 是無意之間發現的 但是有很多情況 這些子宮肌瘤 在我們那個子宮裡面 慢慢是磨蝕 我們那個子宮器官的表層 開始就會導致 有些嚴重的 大量的 和很長久的這些驚奇 或者是驚奇之間 會流驚血的 也有些時候可能會痛 或者可能性行為之後痛 或者性行為之後出血 這些就是有時候會出現的症狀 當然 如果不斷地大量流血 就會導致所謂的貧血 這個也是一個主要原因 為什麼很多女性 就會把子宮割了 因為大家明知道 這個不是一個癌 通常都是 一般來說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因為 一般的醫療 可以說是不懂得處理 你不斷地大量流血 始終 他們都會導致嚴重的貧血 在無可奈何之下 他們就選擇把子宮割了 這個主要原因 只是為你不適宜 如果醫得好 就不用出這一招 我經常都很強調 拿手術 把器官割了 其實不是等於醫好它 等於你的手指山瘡 或者什麼原因都好 有些問題 不斷滾揚 你醫來醫去都醫不行 結果就說 算了算了 有理沒有 你把手指公割了 那你能不能跟別人說 我醫好了我的手指 但是很多人都 不太了解這個概念 有時說 我割了它 就等於醫好了 其實割了它 就等於你是不適宜 無可奈何 唯有出此下差 都要記住 其實子宮肌瘤 其實有很多好的方法 是可以可以醫治的 當然 有時肌瘤 又會長得很大 會令腹部整個肌瘡 也會壓到膀胱 或者壓到小腸 我見過有些肌瘤 就像一個球一樣 就像一個小型的足球 在肌瘤下面 就突出來了 但是病人沒事的 又不痛又不成 經量又沒有特別多 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多人就這樣選擇 不要弄它了 有它在這裡 但是有時候 有些人 如果有一個很大的肌瘤 很可能會感覺到背痛 或者你下腹痛 如果肌瘤 動到膀胱 當然它好像 像尿頻的感覺 有時候 那個肌瘤 不會令你痛 但是只不過 令到你的腹部 好像一種突出來了 那種感覺 就像我剛才所言 這個病人 整個球一樣突出來了 它又不痛 但是你看到一看 為什麼一塊東西 一塊肉 都很硬的肌瘤 是突出來了 整個腹部看得很明顯 當然 也有時候 有時候 那些病人 就會覺得有一種壓力感 或者一種很聚的感覺 也有時候 在性行為那裡 會引起痛楚 也有時候 會引起尿頻 因為有些東西 壓著壓著的感覺 令到它很急療 偶爾 有時候 肌瘤 會紮到 舒淳管 令到你不癮 也可能 一會紮到 尿管 導致 腎的功能 都出現故障 當然 很多情況之下 肌瘤 是自己會 去蓋化的 嗯 那 子宮肌瘤 有什麼成因 其實我一般的想法 都覺得 子宮肌瘤 是跟 刺激素有關的 即是很多時候 就是一個婦女 有新育期 或者懷孕的時候 她就會大 亦到 當那個筋炎期 她通常都會縮小 因為筋炎期 的時候 我們的刺激素 水平 就會慢慢降低 好了 那 但是呢 子宮肌瘤 很多時候 就在那個 接近筋炎期 那時候 就反而會大些 那 因為呢 為什麼呢 那時候呢 就是一個女士 就那個 排卵 就沒有那麼正常 沒有那麼規律化的 那有時候呢 就會導致那個 那個 相比那個 刺激素的水平 是會 會高了的 因為排卵 那時候呢 就是會增加 我們那個 那個黃體酮素的 那 這個就是平衡的 那所以呢 其實這個呢 是一個賀爾蒙的 平衡這個 那個問題來的 那就是很明顯 刺激素呢 就是一個 導致那個 子宮肌瘤 成長的一個 好主要的因素 那當然呢 醫生都不知道 為什麼呢 這個的 有些女士 女人會有 有些女人就沒有 那 那通常呢 就有些 有些家族遺傳性 如果家裡有些人有 其他女性 都有機會有的 那當然呢 那如果你的女人是肥胖 那就機會大一點 如果你的那個人 就是甲狀腺低呢 那也都會呢 導致那個 刺激素 會過多的 袁醫生啊 那我們通常 會怎樣去治療 子宮肌瘤啊 那我們知道 我們處理的 子宮肌瘤 的重心呢 就一定要注意那個 肝的功能 是 因為 強化肝的功能 很重要的 我們知道呢 我們肝臟呢 是負責呢 是 將那個 痴激素呢 或者其他荷爾蒙呢 是化解它的 那跟著呢 將這些新陳代謝物呢 就經過大腸呢 就是排斥出來的 那如果我們的肝呢 是不能夠 那個新陳代謝 這個痴激素呢 而它這些新陳代謝物 就是 處理得好呢 那這個呢 就會重新在身體那裡 循環在這裏 就是環遊 那所以 我們明白呢 痴激素呢 乾呢 是對痴激素的新陳代謝 一個主要的 扮演一個很主要的角色 那還有一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大腸裏面呢 那些益菌 那些菌族呢 都很重要的 因為這些菌族呢 都對我們的痴激素的 那個那個新陳代謝呢 一個很重要的 那這些益菌呢 會避免這些多餘的痴激素呢 是重新活化呢 或者是重新會再循環的 那所以這些好的菌呢 就會控制這方面的痴激素的 那當然啦 我們不好的菌呢 也都一個問題來的 因為不好的菌呢 它就會排斥一種酵素 我英文叫做 Beta-Glucoronidase 那這個呢 這個酵素呢 就可以呢 可以這樣說呢 它是會令到那個痴激素呢 是重新回流回身體的 經過大腸 是重新回流回身體的 那當然呢 飲食呢 如果你的低纖維 以及高脂肪的飲食呢 都會增加這個 Beta-Glucoronidase 這個酵素的活動 那才可以看到 那個痴維的食物 也是一個原因來的 那傳統方面的醫療呢 通常呢 都是切掉它的 那當然呢 我也都看到那些病人呢 都是選擇呢 既然又不痛又不勝 雖然我看到這個病人 是整個球那麼大的 那他都結果呢 都有它 不會搞它的 那當然呢 那很多時候呢 那些人呢 因為有經痛 也都可能流量比較多 那可能真的影響身體那方面 那他們就會選擇呢 就開刀的 那正如我所說的呢 其實呢 大部分這些手術呢 其實都是無謂的 那大部分的女性呢 都是因為這些所謂的子宮肌瘤 醫生不懂得醫 就令到子宮呢 就是被撤除的 那當然啦 撤除了子宮 有很多其他後遺症 那所以希望呢 大家呢 如果遇到這些問題呢 其實試一下呢 其他有效的自然醫療的方法 那記住 如果是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沒有什麼不舒服 沒有什麼流血呢 其實呢 你可以選擇不用理它 因為它通常呢 就是不太良性 好笑好笑 就是我都沒有聽過 或者說子宮肌瘤 會變成惡性 那當然啦 那如果那個情況 不是太嚴重啦 那我們都可以用一些 就是所謂我們叫做 保守一點的方法啦 就是沒有不侵犯性的方法啦 那直至到呢 我們達至根源期的時候呢 那通常呢 這些子宮肌瘤 是自己會退 就是會減低的 那所以這個其實 一個不是那麼難的方法 那簡單來說呢 給多點時間啦 不要那麼急啦 那你自己 等到自己根源期的時候呢 那它自己會縮的 那所以在我們處理的 這個子宮肌瘤 另外都處理了很多的 那我們很多時候呢 起碼將那個流血的症狀 要控制它 那這個我們的成績 非常之好 那我一會和大家會 講一講我們會 怎樣去處理啦 對吧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一會兒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訊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我們今天的題目 子宮肌瘤的自然醫療 剛才袁醫生跟我們提到 子宮肌瘤的症狀和成因 其實他的症狀都有很多 例如是大量或者是長期有驚血 在驚期之間有驚血 或者是性行為之後有痛楚和流血 或者是腹部漲大 還有可能是會有背痛、腹痛、便秘 還有經常想去洗手間 那他的成因主要都會是 那個痴激素過高 那個黃體酮素過低 那個痴激素和黃體酮素不平衡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環境痴激素影響 還有肥胖 另外還有排卵有毛病 或者是更年期章痴的 還有一個高脂低纖的飲食 都會導致子宮肌瘤 那就是剛才大家重新 心目懷所 其實那個成因和主要的症狀 如果有子宮肌瘤飲食方面 要注意些什麼? 其實在飲食方面 最重要是我們盡量吃一些 所謂凝症有機的食物 因為我們知道 原來痴激素的問題 通常都是在殺蟲藥、除草藥 還有很多荷爾蒙 充滿荷爾蒙這些肉類裡面導致 就是導致我們身體的荷爾蒙 痴激素和黃體酮素 不平衡的 我們知道 我們飲食當然會影響 我們荷爾蒙的平衡 所以我們整體來說 要吃多些完整和新鮮的食物 盡量食物方面 吃多些完整的豆科、菊類、蔬菜、水果、魚 還有那些黃豆類的食物 盡量減低我們接觸這些殺蟲藥 盡量買一些有機的食物 還有將這些食物徹底洗一洗 黃豆類的食物和阿麻子 都是一種好的食物 即是我們叫做 Phytoestrogen 是植物的刺激素 這種食物 這種 Phytoestrogen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調理我們本身身體的刺激素 生產 維他命K 也可以這樣說 都是幫助我們身體 正常的凝血作用 也會減低我們過分的精量流失 當然 什麼食物 這方面維他命K 就是多了26數的食物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我最近剛剛去了巴黎 參加了一個三天的全國際的自營療法學會 當時有很多不同的講者 講及癌症 關於素食癌症 到底是否生癌的人 是吃肉多的人會更多 在他們今次的會議裡面 也有些講者指出問題是吃不吃肉的 因為他們發現很多健身的人 吃肉值得很多 但是他們生患癌率 是一點都不高的 反而很多時候 吃素的人患癌率 一樣重 一樣可以很高 所以最後他們說 綜合的結果 其實不是素食不素食 其實最主要是 吃的食物 是不會有這些 即是我們所謂的 化學物質太多 那些 所謂的刺激素 導致刺激素的 那些殺蟲藥 那些除草劑 還有很多外製的荷爾蒙 其實我們健康的身體 最主要是吃一些 合乎當地肚 地域環境需要的食物 譬如愛斯基摩人 早然吃的食物 差不多是 90% 是脂肪 如果當文明人的食物 加入了他們的生活裡面 他們就出現很多病 症心臟病都出現了 反而他們會吃的 非常高脂肪的食物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食物 最重要是 當地的 當地的軌跡 當地的環境 以及最重要是 完整 新鮮 有機 其實這是最關鍵的食物 好了 還有這些食物 可以幫助我們 吃多一些海草類的食物 例如 蜜蜜 這些食物 蜜蜜會高 幫助我們的甲床線 我請你解釋 甲床線低 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如果你的精量 又長又多 你要補充多些鐵質 來減低貧血的問題 通常 我們就不建議 你們去吃的鐵丸 因為鐵丸 是很傷身體的 是傷肝的 有些食物 我們通常用黑椒糖 黑椒糖 其實抗米鹽的含量非常之高 不妨 你可以天天吃一茶匙 或者當蜜蜜糖 或者當我小時候吃蜜牙糖 這樣吃 好了 再加多些 就是必須要的脂肪酸 例如阿麻子 兩湯匙的阿麻子 或者喝多些水 阿麻子 可以證實 可以平衡 刺激素的水平 水果方面 蘋果 赤梨子 broccoli 椰菜花 Cauliflower broccoli 和Brussels Sprout 這類的 Cruciferous 即十字花熟的食物 原來是含有很豐富的一種植物的化學 叫做Indo-3 Carbinoid Indo-3 Carbinoid 我們可以翻譯叫做引代三甲醇 這種食物 這種的物質 是幫助身體的肝去排除刺激素 所以這類的食物就是蘋果 赤梨子 Broccoli Cauliflower Brussels Sprout 這類的食物 好 平時吃多些紅菜頭 紅蘿蔔 Artichoke Dandelion Green 洋蔥 還有Garlick 這些食物可以幫助我們 刺激肝去排毒 吃多些有機的乳酪 幫助我們大腸內的好的菌族 還有每天喝多些熱綠素的飲品 即是我們公司 所以經常很強調的Bali Green 這個飲品 是幫助我們排毒的功能 也可以喝多些好的水 每天平時多些好的水 幫助我們身體去排污 袁醫生 剛才說了這麼多食物可以吃 那有些什麼是要避免進食的呢? 我們盡量避免一些不是有機的紅肉 或者是乳類的食物 當然香港有機的肉 其實也有的 有少些 比較少些 但是主要多些人幫襯 就會越來越有供應 最近我在診所遇到有幾位 在上海下來的人 他就說是來看病的 其實都是一種朋友的 家裡的朋友介紹的 相宜上的朋友 他就來看 我三位一起來 我就以為有什麼很嚴重的病 要這麼遠的水路來到香港看病 其實他只是問一下 我先跟他做一個 心臟變動的 心臟變動測試 其實是看他健康的狀態 一測試之後 他們三位健康非常之好 跟一般我們在香港 遇到的病人是很好的 比他們更好 那我就奇怪了 我說你在上海 我經常打算在中國大陸 飲食那方面是很差的 那我就問他們 其實你們平常吃什麼東西 他們說 我們吃的東西 全部是自己種的 全部是自己做的 全部是養的 全部是養的 原來他有很多廠 他自己是做廠 我想都幾大的 原來他自己 就有自己工廠的食物 種的東西 工廠裡面的養的 可能是雞尺 還有那些豬尺 那我看到呢 其實中國大陸 已經越來越多人 知道問題的嚴重性 那也有很多的機構 大型機構 我知道在江門 好像有個 那些國安部那些人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雞場 那那些雞 就主要是供應給自己的 那些所謂的 那些公務員 那些公務員 就不會外面去售賣 那我也都認識優惠 那些是香港的 加拿大回來的 一對夫婦 那他們很有心的 那他們就來香港 搞一些有機農場 那樣 那當然 他們做的 就是在香港的地 大家知道 搞個人都知道的了 就是香港第一 耕地難找 就是找得到的很小 那所以經營一段時間 其實就是做不到的 他做一些有機肥 那其實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有的 他用了一些雞份做有機肥 那他做了之後 然後就幫他去中國大陸 找到一些大一點的地方 就是大過香港很多的 就是始終呢 那個尺寸不夠 你那個尺寸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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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難經營的 那就將去上面了 那我就問他 就是做了是不是辛苦 他當然是辛苦 就是兩功課 很多年了 那些錢都用了 那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呢 很多大陸 很多機構 是邀請他們去做的 他在上海 有很多的機構 直接說 你來吧 我給你地 包銷 差不多 即是你不用擔心沒有生意 是包銷的 但當然 他就 結果都選擇的地方 他自己喜歡的 那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趨勢呢 都是在那個食物方面 那方面 耕種方面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 所以我們食物呢 其實大家希望呢 就是大家如果去 多些去購買 有機認證的食物呢 那這些食物的供應 就會越來越多的 如果大家是做 即是不做這件事呢 那就不要被供應了 那我知道 我有時候在巴西住 巴西呢 有機食物和那些 普通的不是有機食物呢 是差不多價錢的 可以貴可能30% 那有時候呢 都是有機的 因為他都沒有錢 做一些沒有機的食物 那你可以看到 那就是盡量呢 食物方面呢 盡量去找一些 有機的 的認證的食物 那我也都最近呢 都認識了一些朋友 那他有些特別的科研科技呢 是製造一些雞蛋啊 製造一些雞啊 種的那些 養的那些蝦 全部是很高質素的 那就是始終呢 我們的新科技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簡單來說呢 除了我們要吃有機食物呢 盡量避免一些 就是有些 我們導致白炎的食物 譬如糖類啊 咖啡因啊 酒精 是盡量減低它的 這一次時間差不多 待會回來繼續自然療法與你 陸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 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EALTHSHOP.COM.HK 回到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繼續今天我們的題目 子宮肌瘤的自然醫療 袁醫生 那有什麼針對性的治療工具 和針對子宮肌瘤的? 我們在自然醫療裏面 有很多很多工具 首先我們會用一些 叫做天然的黃體激素 我們都看到現在很流行 用一些是外塗的 一種黃體激素的膏 就可以塗在身體的內側 大腿內側 或者手臂、頸部 這個就幫助我們吸收 不用用一些注射 或者伏食的方法 通常我們就會塗在 相關的產品 大概四分之一的茶匙 在身體皮膚那裏 每天塗的 塗的六日到 你那個週期裏面的 驚期裏面的週期 六至二十六日 當你經期一來 那個禮拜就停一停 當然如果你不認識 都需要有個人 可以幫你看著你 這個工具 Natural Progesterone 其實都幾普遍 在我們六創業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意義 這是一個主要的工具 可以用 也有一位西醫 曾經寫了一本書 就是道主講學 就介紹這個方法 好了 第二個工具 我們叫做 Vtex 也叫做 Chaseberry 英文叫做 聖結梅 這個也是幫助我們 平衡 那個季激素 和黃體銅素 通常這個聖結梅 Vtex 我們服用量 大概160-250mg 有些看它的成份 是多少 或者一天吃80滴 但當然 如果你用著避孕藥 就不應該用 Chaseberry 聖結梅 或者Vtex 是一個西方治療裏 一個很主要的女性 用的一種草藥 好了 跟著呢 我剛才所講的 那個Indo-3 Carbinoid 那個引代三甲醛 這個呢 當然呢 我剛才講 這個是可以食物拿到的 譬如是那個蘋果 赤梨子 broccoli Cauliflour 和Brussels Brow 那這些是一種 十字椰菜花的植物裡面 其實都有很多這種成份 但是呢 其實很多地方 健康店 都有這種這樣的 那個製成品來的 通常呢 一天吃300mg 這個作用呢 是幫助我們的肝 排除 就是排解這個刺激素 好了 還有一個工具 我們叫做Dandelion Moose Dandelion Moose 就是蒲公英 蒲公英根 大家知道了 蒲公英主要是幫助我們的肝排毒 其實在自然醫療裡面的處理手法呢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呢 都是要梳肝、腐肝的 因為肝是一個主要的化工廠 其實很多問題之所以出現呢 都是因為我們的肝排毒的機能是差了的 所以很多時候你會看到呢 就是處理肝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所以這個就是蒲公英的根 和其他有肝、疏肝的草藥都有幫助的 然後呢 維他命E 要一天500gIU 一天兩次這樣 也都幫助我們那個刺激素的生臣代謝 和那個炎症的問題 那麼 第六呢 可以這麼說 就是那個必須要的脂肪酸 每天呢 可以吃多些阿麻子 一到兩個湯匙 或者用魚油 或者阿麻子油 也都有一些GLA的 在那個月經草油裡面有的 或者Barrage Oil 那麼這些必須用的脂肪酸呢 也都會減低我們的炎症 那麼我最近呢 就開始就用那個ham oil了 就是那個大麻子油了 那就是火麻人子油的 那這個呢 就最近呢 就發現呢 那個效果呢 是比我們過去用的更加好的 我們過去就很多阿麻子油啊 這類的油 那最後呢 有一種產品呢 叫做D-Glucary D-Glucary 是D葡萄二酸 那樣 那這種一種 植物的化學的品 就幫助我們呢 是個肝呢 是化解那個刺激素的 那大家都知道了 他主要原因呢 就是刺激素過多了 那個黃體酮素過低了 那這個是導致一個原因來的 那所以任何東西幫助你平衡 或者減低刺激素呢 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向來的 那剛才提到有七個針對子宮肌瘤的處方 那一般來說 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處理這個子宮肌瘤呢 我們發現呢 如果維他命B雜呢 也都會幫助我們那個 G激素的新陳代謝 那通常一般來說呢 我們建議就一天吃兩次50mg 那也都可以用一些多種維他命 即是很高質素的 那也都可以有幫助 那當然呢 那這種就是要看盤你買的那個瓶 那個指示 那我當然呢 我們就是很強調 這個我差不多 我所有的病人呢 我都建議他用的 我就用那個 我們叫做巴黎玫的那個 那個 cocktail 那通常呢 怎樣怎樣呢 就是用那個二六素粉 巴黎玫的那個牌子 我們用了很多年了 都差不多過20年了 那用一通筋 或者一個scoop 裡面有一個筋 那我就會加那些 譬如那個 那個大麻子油 或者阿麻子油 那些那些 那加下去呢 再加一些白耳子 clear seeds 那接著呢 你就拿一些奶 豆奶也好 那個那個 杏仁奶 奶類的飲品 那就把攪拌機 把它攪拌 攪拌均勻 那這個就是一個早餐 那其實這個呢 就已經包括了 我們很多建議的工具 那還有一些呢 我們就用那個 叫做那個 複盆子 紅複盆子 red raspberry 那這個很多時候呢 是女性很用得著的 那這種草藥呢 是幫助我們那個 子宮炎 還有呢 是痛這個問題 一種收險性的草藥來的 那這個紅複盆子呢 通常呢 我們可以當一種茶包 是 一天三杯啊 那很多 健康店 我們六藏健康店 你都很容易 都買得到的了 那種一種呢 就如果幫助你那些 就是子宮 流血得厲害 那可以嘗試呢 用沉麻 沉麻這個草藥呢 是幫助你做血的 就是減低那個 那個那個 貧血這方面的問題的 那通常呢 我們都是 用這個 可以用草 草包的 或者可以用 焗劑 視乎它那個 製作是怎樣做的 那 在經期 最後那天 開始吃的 吃500mg 一兩三次 起碼用兩個星期 那這些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一般性的 介紹到的工具 袁醫生 那你的王牌工具 同類療劑 有些什麼 可以處理到子宮肌瘤的 其實在同類療法裏面呢 就是子宮肌瘤 是我們一個 常用得著的地方來的 那 譬如有幾個療劑 那跟大家介紹幾個 那 譬如一個叫做 Culcaria Carbonicum 其實是 鈣 那個鈣 就是那個 由那個 蠔裏面刮出來的鈣 製造一個療劑 那大家知道 那 鈣型的人 女性 通常比較肥胖 怕冷 很容易累 那這些鈣型的人 他很喜歡吃甜 有些吃雞蛋 那些白殺蛋 那他們通常 就傾向很容易 就是做一下 就很容易累 還有很擔憂的 通常擔憂那些健康問題 家庭的家庭成員那些 那些健康問題 那這個呢 通常呢 就是用在子宮肌瘤的情況呢 通常它是比較上 那個流血 子宮流血的症狀是很明顯的 好了 那 還有那個療劑呢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們叫做 南美蛇毒 那通常呢 南美蛇毒的症狀呢 通常呢 人呢 就會有一些 就是一種潮熱 是湧現的 就很怕熱的 那通常呢 就會是出現一些 就是我們叫做 接近筋炎期 或者筋炎期 來臨的時候的 那他也都會有 肚痛 子宮痛 還有呢 他的症狀很有趣的 他一邊痛得很厲害 子宮痛 但是呢 一經一開始流 那就沒有那麼痛 就是一種一暢流呢 他那種痛楚就會減輕的 那些人呢 通常呢 脾氣比較敏 還有就是那個疑心很重 射型的人是疑心比較重的 好了 那還有一個就是鱗 鱗的人呢 通常呢 就是流血的症狀很重要 就是他的子宮肌瘤 是有大量出血的 那通常他流血呢 就是有鮮紅色的 那也有帶有少少少 就是那個血塊 那輪型的人呢 他們很喜歡吃那些冰凍的飲品 有喝汽水啊 冰涼的雪櫃 月凍要加冰最好 那這個輪型的情況 那還有就是蒲公英 就是蒲公英 很好的女性的療劑 那通常呢 就 通常他的經痛啊 和那個經量呢 流量啊 經常不斷地改變的 蒲公英呢 好像隨著風吹呢 左搖右擺 就是很多容易改變的 那蒲公英的人呢 通常呢 你看到呢 很女性化啦 很多需要人陪伴啦 需要人安慰啦 就是很容易探的 蒲公英 那 那 性格是很明顯的 所以很多嬸嬸仔是蒲公英的 嬸嬸仔喜歡被人射 被人射一下 那如果那個女士 女士都可以這樣 有這樣的性格呢 那 很可能是一個蒲公英的人來的 那他通常會喜歡吃甜的東西 通常蒲公英很怕焗的 就是 就很喜歡伸出空氣啊 常常開窗啊 坐車要有些風吹一下才舒服的 一小小焗呢 他就很不舒服的 那這種蒲公英的那個 那個正形啊 就是他的症狀呢 是痛楚也好 經量也好 流也好 經常不斷地改變的 那還有一個呢 就是Sabina 我叫做沙芬 Sabina Sabina的症狀很有趣的 他子宮肌瘤呢 就會引起痛 那通常呢 就是下腰痛 下背痛 還有痛的地方呢 是個Sacrum 那裏 就是那個 那個腰部下面 那個位置 Sacrum 那個 那個錯骨 那裏 去到呢 是齒骨 Sacrum 去到 去到 皮膚瘤齒骨 那方面的 那當然呢 他的經量也都大 還有有個 有血塊 那所以呢 所以呢 Sabina的痛 記住呢 他的經痛呢 肌瘤痛呢 是令到他呢 他的痛呢 就向下方 下面行 跟著由Sacrum 在中間部位呢 在背脊骨 那裏 去到齒骨 那方面的 另外一個搖劑 就是那個蜜魚 蜜魚 蜜魚汁的女性呢 通常呢 就是經量大 還有呢 他成了一種下聚感的 好似子宮 就快要下面 滴出來的時候 那麽蜜魚汁的人呢 就比較上敏鎮啦 不要人的 就是像和那個 所以現在我要說蜜魚汁 所以蜜魚汁的人呢 比較敏鎮的 那和呢 就不喜歡人在這裡的 和那個蜜魚汁相反的 那麽蜜魚汁的人呢 通常也喜歡吃甜的東西 和鹹的東西 和酸的食物 嗯 就是比較乾菇 呀 很敏鎮些的那種感覺 那還有呢 就是那個硫磺 硫磺的人呢 就是 熟悉一些人很容易热 他喜欢一个很冷的环境 喜欢喝冬水 硫黄营是有硫黄营的体格 但最重要如果你什么都找不到 有一个很简单的疗剂可以试 Fraxinus Americanus 美洲白蓝 怎样存呢? Fraxinus Americanus A-M-E-R-C-A-N-U-S 始终和疗剂是比较深奥的医疗 虽然很安全 但很多时候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好的 和疗剂医生帮你跟随便是最好的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剂与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剂 同类疗剂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l h-e-a-l-i-n-g-dot-com-dot-h-k 欢迎回来圆网台的自然疗剂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子宫肌瘤的自然医疗 刚才袁医生和我们提到 他的皇牌工具 有几种的同类疗剂 都可以针对子宫肌瘤 除了同类疗剂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 可以处理子宫肌瘤呢 其实我们一个这么普遍的问题 其实工具很多 大家都听过用指压 或者针灸 这些都是有效的方法 我们公司健康店 我们就有一个 用一种微电流的针灸 其实大家可以用 因为始终的针灸 要做起来 其实都要做得比较密一点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建议 病人自己去学用 很简单的 因为用微电流 不用用针 微电流又不会痛的 我有个有本书仔的 有本几大的手冊 教你什么问题 就用哪几个 就是用哪几个月位 你都可以尝试买这个仪器 做微电流的针灸 还有针灸的仪器 就已经教到你的位置 即遇到的位置 它会亮灯 非常好用的 有时候那些 Rifixology 这个也是一种好的方法 最后就是 体质水疗 体质水疗 就是在 我有一种叫做 坐盘 坐在下盘 屁股坐在热水里 当然 屁股坐在热水里 屁股坐在热水里 会改善膀胱附近的血液循环 也会减低 那个痛 痛 肌痛 或者背痛 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叫做体质水疗 体质水疗 是一位 Dr.O.G. Carroll 用了40年的时间 设计出来的 它就综合了全世界的 很多水疗的工具 这个是我们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其中一个常用的工具 顾名思义 体质水疗 是将体质 就是成生改善的 在我们的体质水疗里面 我们就会用了 用冻液毛巾的 交替肤胸背的位置 或者是将血液淨化 即推动血液 五臟六腑的血液 推动它 就和一般的 我们的洗凉花灑 来到淋的身体 有少少不同 是 因为淋花灑 通常淋在四肢 手脚多些 我们现在看到 水疗的热毛巾 是敷在胸背 胸膛和背脊 交替 很冷 很热 即是很热 接着就十分钟热 接着五分钟 即是五分钟热 就十分钟冷 一种这样的交替的敷 接着我们有一个 光疗机 德国光疗机 加上自己的尿液 将身体的细胞能量清洗 最后就用苏联的太空科技 这个科技 是帮助我们 调理我们的治疗神经系统 当然治疗神经系统 是主宰心肝脾胃室 这个也很重要的 好了 还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那个香薰油 大家都听过 用暖的油 就是暖化身体的油 比如那个黑胡椒油 那个 Rosemary 那个 Margarine 这些香薰油 都是帮助我们的血液循环 更好一些 和减低的痛楚 当然如果你是用那个 有便秘的问题 黑胡椒 就会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 那这些就是一种可以用 很融融 或者可以滴在那个座盘那里 Sys bath那里 或者是我们用那个热肤的时候 就加这些油 下那个热肤那里 那这都是一种方法来的 其他的减压的方法 任何的减压 瑜伽 或者一般的运动 这都是会帮助我们的身体 那还有呢 如果你是有个子宫肌瘤 千万不要吃那些荷尔蒙药 因为很多人的肌炎期之后 就很流行吃那些 Ostrogen Replacement Therapy 那这个是很大件事的 因为一个问题 是一个刺激素的问题 要加重的问题 那 那 运动方面呢 最简单的运动呢 就是好像游啊水啊 行山啊 那香港的环境非常之很方便 做行山运动 是最容易做得到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里面 和大家介绍呢 其实很多很多工具的 那么很多 如果我们 就是懂得应用 就不需要 就是个子宫肺炎 都是很多问题 还有很多后遗症的 多谢了 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会诊 2577-3798 如果想重找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